还有心理健康问题 听说好多同志今天下午还要看球 所以我来得有点不得人心 不过我想啊 比球还重要一点的 还是我们保健 大家知道健康上有一个格言吗 说是这个地位是临时的 荣誉是过去的 金钱是身外的 也只有健康是自己的 大家知道我们很多人并不理解这个问题 所以我愿意借此机会给大家传达一下信息 我们刚开完人大政协会议 海军总院院长代表医务界 向大家做一个宣讲 他的题目是当前我国人民健康的情况 值得担忧 那么这里他提到几个数字 我们可以看出了问题来 第一个 根据我们国家体育总局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 从98年到2000年 三年来的测定 我们国民的平均身高 降低了三厘米 我们的平均体重增加了三公斤 所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又矮又胖了 也可以说是小胖堆了 这个现象是很不正常的 大家从现象看 要派生出很多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最近六年来 我们统计了一下 现值的科学家 现在平均死亡年龄是52.23 所以这个数字啊 我值得我们警惕了 大家知道 我们不算学前教育 小学六年 中学六年 一科大学八年 硕士三年 博士三年 博士后三年 都念完了怎么样 到点了 陈景润 张广厚 都是一流的数学家 50岁死的 如果这样培养干部的话 我们怎么科技新国啊 因为念完了就到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值得我们每个人的警惕啊 大概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尤其是最近北京市做了个补查 在职干部 每两个人就有一个高血脂 平均每五个人有一个高血压 托儿所测定呢 平均有五个小孩 就有一个小胖墩 所以这样下去的话 直接影响我们第二代的健康 所以我觉得啊 联合国最近一再提出警告 就是无知是健康的杀手 无备是生命的隐患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 既无知又无备 所以很危险 那么最近联合国表扬了 我们邻国日本 为什么表扬日本呢 他们战后啊 全世界寿命冠军 他们女同胞的平均寿命 87.6 男同胞的平均寿命是82.4 这个数字呢 全都超过八十多岁了 大家记住了 人家是平均寿命 他们一百岁以上的人 已经超过五千多人了 所以他们八十多岁 能到我们这来旅游 可我们国家统计局 发表的数字 50年我们平均寿命35岁 60年57岁 六年以后 文化大革命没有统计 最近的数字已经发表了 67.8 按这个数字 跟日本相比整差20年 是我们一个邻国东方民族 如果差一两年 那是无可非议 差20年 这事无论如何 说不下去 这里面反映一个问题 我们大部分人 都不重视保健 所以我们的潜力很大呀 那么国际上 得有个标准呢 健康长寿 没个标准 怎么来衡量啊 所以我曾经问过学生 在北大 我说 你说应该活多久啊 我们这很多学生 都糊涂的 他告诉我 五六十岁差不多了 咱们都差不多了 现在 还有人更奇怪 告诉我 管他呢 凑合活是吧 你说他对他健康 毫不负责任 就因为这种思想 妨碍了我们很多问题啊 联合国有明确规定 被世界所承认 应该是生长成熟期的 五倍到几倍 那什么叫生长成熟期啊 应该二十到二十五岁 那么五倍到七倍 那大家很容易算 最少应该一百岁 而且上限是一百七十五岁 很多人觉得奇怪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很多人都超过这个纪录了 据我所知 英国有弗莫卡文 他今年整整二百零九岁 经过十二个王朝 人家还活着呢 你要不信 你给他打个电话 他可以直接 罗马尼亚有个老太太 叫埃打 他今年一百零四岁 不奇怪 他奇怪的是 九十岁时候 他生了一个健壮的胖娃娃 那你不信的事太多了 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信息啊 你觉得这也不是 那个也不是 那谁是啊 反正给我受的教育最大的 就是我在纽约 参加了张学良将军的 一百岁寿臣 他一进门 大家都大吃一惊啊 言不花耳不容 而且头脑特别清楚 一百岁 头脑清楚是很难的 很多人问他 说少帅 那么活这么久啊 他回答 我到现在记忆犹新呢 他说不是我活得久啊 是他们活得忒短了 我想这句话的意思 是你活得短 你还嫌我活得长 现在很多人不羡慕人家长寿 我在北大书问我很多学生 还有人告诉我 活那么长干什么 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活那么短你要干什么 你不羡慕人家长寿 你要知道 咱们把学习完成了 咱们就去结束了 你怎么对得起人民呢 我想我们的差距很大 而且我们的潜力也很大 你想我们在美国 就见过了陈立夫宋美玲 他们都活着呢 陈立夫是已经不行了 都超过一百岁 所以他们能活我们就不能活啊 我不相信 他们总结一句话 就是回保健 我回国以后 我觉得很多人不会保健 也不听保健课 日本之所以世界冠军 他们以社区为单位 每个月讲一次保健课 谁要不听必须补课 日本美国他们是讲一百美元 而且人起不动 我回国第一个感受 就是到成都 很多人不听保健课 保健有什么听的 还不是早起早睡身体好 他们保健看的特别简单 而且提的问题特别奇怪 给不给奖品 发不发红包 我们说不发他不来了 我也不明白 你是听保健你还是要红包啊 所以今天我得跟大家声明 我一分钱不要 但你们也别跟我要红包 当然你们不是这样的 我说说 我就有点气愤 你说我一分钱不要 我跑到成都去了 完了你还跟我要红包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的首先思想不解决问题 不用听保健 听了也没用 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国家一样 差距越来越大 地球的平均寿命 已经是70岁了 我们没有达到平均寿命 所以我们潜力很大 我们活的年头 还有很大的潜力 下面我们就谈谈 如何保健吧 这里面最有名的 就是维多利亚宣言 维多利亚宣言 为什么是有名的 因为世界上 有名的学者都到了 保健专家都到了 他提了三个里程碑 第一个叫Vero-Bellandite 平衡饮食 第二个就是Oxygen Sport 有氧运动 第三个叫Psychology State 就是心理状态 其实这三条永远不会改变 但内容老在改变 它大前提不会动 但是内容老在改变 所以我们的保健课应该听 我们很多年不讲一次保健课 有人还不来 我问过他 你怎么不来呢 他说我没工夫 他一个半小时你都没工夫 你总有工夫去住院 我告诉你 非常奇怪 你工夫忙得的那么厉害 特别是有好多领导干部 他真不听保健课 群众现在反而听得多 我不客气讲 谁不听谁倒霉 为什么 变化太大了 你不相信你就要下边听 不是你想象那样 下边要讲平衡饮食 是饮和食两大类 所谓饮当然是饮料了 我在北大问过学生 什么饮料最好 我的学生一口同音的回答我 可口可乐好家伙 可口可乐公司都不承认 国际也不承认 我们这年轻人承认 所以人家联合国说 千万不要死于无知 我们绝大部分都死于无知 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么大的潜力 那么我们要是无知死去的话 那是很冤枉的 我这里还要顺便说一句话 从医学角度看 绝大部分人应该是老死 而不应该是病死 可现在有个反常的现象 绝大部分人是病死 很少听到有人是老死 这是极端反常的 所以我想啊 出生你不知道 死亡你一定知道 而且非常痛苦 我在医院里干了四十多年 有一点发言权 你党那么容易让你过去拿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且得折腾的 所以你何苦的呢 本来是老死 这是一个正常的规律 睡一觉就跟大伙拜拜了 你非得要病死 病死折腾来折腾去 最后临死还给你打几针强心剂 我告诉你 且不能饶你呢 你说你何苦的呢 所以我今天来的目的很明确 我愿意跟大伙咱们团结一块 咱们力争老死 千万别病死 能不能办到 一定能办到 你要听保健课 重视保健 绝对能办到 不但不能病死 而且还 不容易生病 可你不听 有什么办法 下面我就谈一谈 关于饮食问题 那么饮料里面呢 实际上 国际会议上谈的很多 特别提醒大家 这个凉白开水 不能放的时间很长 如果放了三天以后 就可以产生亚硝酸 而亚硝酸最大的问题 就影响了红细胞的带氧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头云眼花 恶心呕吐 很多人到医院看病 不是因为他有病 他是喝凉开水喝的 时间再长一点 跟氨结合 变成亚硝酸氨 而亚硝酸氨是处境得食道癌 胃癌肝癌 所以喝凉水喝不对头 还可以得癌症 还是不知 这就是无知啊 很多人很懒的 上完两个水搁那 一个礼拜还喝呢 你要知道 你再喝下去可就麻烦了 国际上公认的 只有六种饮料是保健的 什么道理呢 就是必须有防病 治病作用的 不是什么饮料都是保健的 大家应该了解 在国际会议上 大家认同的 第一个就是绿茶 Green Tea 第二个就是红酒 红葡萄酒 第三个提的就是什么 豆浆 第四个提的就是酸奶 而不提牛奶 第五个提的就是骨头汤 第六个提的就是蘑菇汤 大家知道 为什么要提蘑菇汤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少儿经来讲 因为蘑菇汤本身 是提高抵抗力的 我们医学叫 Immunology 免疫功能 所以我们有的人老有病 有的人老不得病 什么原因 就是抵抗力不一样 那么抵抗力 是决定免疫功能 而提高免疫功能 最好的东西就是蘑菇汤 所以国际上很重视蘑菇汤 第二个就是骨头汤 那么骨头汤 为什么得到重视呢 这个皇帝内经 我们祖先就告诉我们 骨头汤是严年益寿的 为什么能严年益寿呢 因为它含着有碗胶 喂碗的碗 碗胶能起到这个作用 德国有个营养学家 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被遗忘的角落 我们看了这文章以后 他是这么写的 他说 很多人吃肉 把肉吃完了 把骨头扔了 那么这扔给谁了呢 扔给狗了 让狗去炎店一收就了 所以他说被遗忘的角落 那自己倒不会没愿望一收 所以我们觉得要注意了 世界各国先进的国家 都有骨头汤店 我们中国没有 我们最近刚调查完 苏州南京已经有了 北京市没有 我们自己可以做一点吧 还有一个酸奶的问题 很多女孩子爱吃酸奶 她不了解为什么 其实酸奶在欧洲 消耗量非常大 在我们国内消耗量很少 最近逐渐逐渐被认识了 酸奶是维持群平衡的 能使有益的细菌生长 能使有害的细菌消灭 所以它是防病的 而牛奶没这个作用 我希望大家有条件的话 尽量多喝点酸奶 现在我们在宴会里面 经常拿它做饮料了 欧洲也拿它做饮料了 很多人并不知道 豆浆的问题我后边谈 我想谈两个问题 一个是绿茶的问题 一个是红酒的问题 这个绿茶的问题呢 很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国际会议上提出来它 而且是欧洲提的 因为欧洲他们喝咖啡 他们不提咖啡 它就是因为科学态度来谈问题 绿茶里面含着茶多分 而茶多分是抗癌的 所以在饮料里面 最好的抗癌物质是茶多分 而茶多分是在绿茶里面 大家知道茶文化在我们中国最早 兴于唐而胜于宋 唐宋已经都很出名了 很多皇帝都是喝茶有名的 尤其是乾隆 乾隆一辈子喝茶是全 所有皇帝里面是最出名的 他一天喝三遍茶 早中晚他茶碗的茶购 不许老公给他刷 史记上记载85岁高龄 他想让位给加庆 老臣跪下来说 国不可以一日无君 他的回答是 君不可以一日无茶 你说他喝茶喝到什么程度 可是这个人在230个皇帝里面 他寿命最高 大家知道外号叫老寿星 实际上89岁死的 在那个时代 人到七十古来西 所以他是老寿星 我们这个时代他摆不上去 大家知道最近我们吴杰平委员长 已经接受联合国的寿命的指标 被世界所公认的 大家应该知道一下 现在世界上公罪寿命的指标 45岁以内一律是青壮年 45到60你才是中年人 61到75你是老年前期 准老年还不是老年人 什么时候开始算76 到90算老年人 我看了看 包括我在内咱们全部够 我每次讲课 确实有人精神焕发了 他不是我讲的好 他刚知道他是青壮年 你45内你都是青壮年 你还能过去吗 好多人刚到40岁他不行了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不行了 你差得太远了 是不是 你应该了解国际形势 我下边不想多说了 那下边我们还要谈谈 这绿茶它茶多分 它能有抗癌的作用 你有什么证据吗 有日本人做了报告 他们说如果一天喝四杯 就可以使癌细胞不分裂 即便分裂也能推迟九年以上 所以日本开展了个一杯茶运动 从小学开始必须喝一杯绿茶 可是我们很遗憾 到现在我们的小学校里面 而且是老师里面 还有校长全不知道 不管你知都不知道 世界上已经很风行了 那么现在有个很靓丽的 北京市有个靓丽的一条街 这个街叫马连道 你不信你可以去看一看 这一条街整个是茶叶街 外国人在那挤的 中国人很少去 各位 你们有工作可到时候看看 我特意去了一趟 这一趟街全是卖茶的 好多外国人到这来买来 可是你要知道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客观上已经存在了 所以我感到 是一条很好的一条风景线 对我们保健 很起到了一个处境作用 现在很多年轻人 你一问他 他就说可口可乐 但老年人你问他喝啥 他喝 你问他喝什么茶 他告诉我喝红茶 这红茶加面包 在欧洲曾经流行过 现在人家不喝了 为什么 他没保健作用 你不是怎么跑到北京来了 还喝起来没完 老北京更有意思 你问他喝什么茶 他说个茉莉茶 我说你为什么喝茉莉茶呢 他说那玩意香 我说你要喂了香啊 我建议你喝香油 他为什么 现在我们最怕的是癌症啊 你喂香啊 你就得癌瘤啊 所以我跟你讲 得癌瘤的现在老北京挺多 我看跟喝茉莉茶有关系 你干嘛非得喝茉莉茶呀 你现在得了癌瘤谁能治啊 那茉莉茶你有这个作用 而且这个谁也 这绿茶他就抗癌的 而且不费什么事 下边我再谈一谈 它还有第二个作用 你们买牙膏都是 牙膏皮上写的 本牙膏含有佛 其实绿茶里含着佛最多 苏东坡在东坡杂技里面 他怎么说的 他说我每天穿饭 拿中下等茶水 漱口我的目的是兼顾我的牙齿 日本人给他发展了 不但兼顾牙齿 而且消灭菌斑 所以他到老年的时候 牙齿兼顾而没有虫牙 但是他拿茶水漱口 就这么点作用啊 现在我们很多人不了解 吃完饭根本 甭说茶水漱口 白水他也不漱 你不信 咱们今天晚上调查一下 吃完饭就走 他连漱口都不漱 他根本不懂 你要知道 所以三十多岁就掉牙 五十多岁都香牙去了 现在牙科最忙 牙科里面香牙史最忙 你想一想 你相来相去 你最后是原装的嘛 你就是好多人还相不上呢 现在很多岁数大的人 在那咕咕咕咕咕的喝粥呢 你看 你想你能健康吗 你跟人欧洲没法比啊 你欧洲雪白雪白的牙 你现在咳得好 三十多岁都掉牙了 你看物理消化没有了 只剩一个化学消化 你说你能长寿吗 你生活质量不可能提高 其实这个事能办 难办嘛 所以从你们这个年龄 要开始了 你非得等到七十三八十四 那甭了 那快到点了 是吧 现在的年龄就很社保啊 应该是从你们这儿开始 还有一个 还有查丹宁 这查丹宁大家都不知道 他干什么的 其实查丹宁是 柔韧我们的血管的 很多人一到岁数 脑洞没化 非常容易破裂 是吧 那天有人告诉我 说梅连芳让他儿子给气死了 我当时也没调查 我现在想了一下 可能他没喝绿茶 我现在早早就喝上了 我告诉他 为什么呢 他别人不气我 他有时候我自个儿 还跟自个儿生气呢 他岁数大了 到一定年龄了 是不是 你早点喝 喝完了 这血管柔韧性加强了 你拍几回桌子 瞪几回眼 他都不破 我告诉你 为什么 你破了谁能治啊 一个脑处血完了 要不然就竹竹拐棍满街走 你痛苦不痛苦啊 我现在就不破呀 为什么 我这血管柔韧性大 是吧 大家还有一个特点呢 它降低什么呢 它降低我们的 我们平常夏天的时候 甲低 因为出汗 所以老没劲 你要喝茶的话 把甲补充上了 所以茶呀 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是简单的说这么几项 实际还不止这几项 所以茶文化呀 在国内是很有名啊 它的内容很多 我不想一一介绍 我记着两句话 慢慢的品 慢慢的饮 还能品出人生的真谛来 好家伙 你看 他说的是有点玄乎 可是我告诉大家 你预备点绿茶在那喝 我看 没有坏处 但我得声明 卖茶的跟我可没什么关系 我这联合国说什么 我来传达什么 对不对 咱们国内还有个毛病 说什么 他怀疑跟谁有关系 我跟谁都没关系 我在北大学一科教授 我跟他没关系 不过我在美国 参加了很多年的国际会议 第二个就是红酒的问题 红酒就是红葡萄酒 最近五六年才知道 红葡萄皮上有个东西 叫逆转醇 它起码有四个作用 第一个 它是扛自由机的 抗自由机有什么好处 可以延缓衰老 我们人为什么衰老 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产生自由机 而自由机被世界公认的衰老学说 它对抗谁呢 对抗DNA 蛋白代谢 所以人表现出衰老 可是你如果要想延缓衰老 你就对抗它 什么能对抗呢 就是这个逆转醇 而逆转醇在红葡萄的皮上 现在已经搞清楚了 所以在欧洲南军老少都喝红葡萄酒 这么来的 它是根据医学生来的 有人说了 这下子可好了 咱们喝吧 联合国都说了 我告诉大家 联合国可从来没让你喝酒 人家怎么说的 而且不但是提的很严格 而且提到了酒量都有限制 红葡萄酒 每天不许超过500到100毫升 白酒不许超过10毫升 啤酒不许超过300毫升 人家没让你随便喝 得出八个字的结论 少量饮酒健康之有 你看注意这个小量这俩字 小量饮酒健康之有 人家谁也没主张你随便喝 但我告诉大家 这红葡萄酒有什么作用 这个皮上的逆转醇 第一个 对抗自由机 抗衰老 第二个 它是抗氧化剂 它可以防止心肛病 能减少二分之一 第三个 它防止心脏突然停泊 我们医学叫促停 现在我们死亡率最高的 不是老年人 是30岁到50岁的人 为什么 每两个人就一个高血脂 高血脂的后果 可以使心脏停泊 你没有心脏病 它也能让你心脏停泊 头几天我们到师范大学去会认 有一个博士后 35岁 早上欢不愣跳的 中午就没了 什么原因 那抽出来血是乳迷状的 血脂太高了 血脂高的话 就可以使你心脏停泊 所以年龄是个薄 应该画问号 看什么年龄是个薄 什么情况是个薄 你35岁死了 博士后也白念了 你胡吃海塞 你根本不懂得营养学 还有一个 我有一个病例 他在街上买了一个 又大又硬 又年又热的 一个大年高 回家以后让他老妈妈快点吃 他老妈妈刚吃几口 心脏停了 他背着老太太上附属院 我们抢救 没抢救过来 后来我们问他 你为什么给他吃这个 他说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一再声明 食物可以引起心脏停泊的 第一任铁道部部长 滕太远就是这么死的 不管你级别多高 所以过大过硬 过年过热的东西 可以心脏停泊的 你是不是死于无知啊 他妈妈要如果说不吃这个 他起码还能活20年 那他亲女儿害死他了 他不知道 还是死于无知 所以这个倒霉就倒霉在这了 还有一个morning exercise 早晨锻炼 我们现在很多人不了解 早晨怎么锻炼 他很盲目的锻炼 我在美国斯坦福待了六年 但是我没有看到 人家很多人出来锻炼 到晚上大部分都出来锻炼 我回国以后发现 好家伙 老头老太太 五六点钟都出来了 背着宝剑 等到晚上一看 一个都没了 干嘛 回家看电视去了 这玩意是怪不怪呢 他说有一种误导 他觉得反正早上我锻炼了 那你盲目的锻炼不行啊 那现在我们对年轻人说 我们没有提到不上锻炼 对老年人来说 早晨不能记得运动 因为生物中的规律 早晨体温高 而且基础体温 基础血压都高 对脏气不利 尤其是肾上腺素 和去甲肾上腺素 要比傍晚高四倍 所以我们的心脏啊 多少有点毛病 这时候非常容易停泊 所以我们不建议老年人 早晨出来锻炼锻炼 可以散散步 打打太极拳 练练齐功 这都可以 但不能实际力运动 还有一个 我们有教训的 98年我们开展长短运动 据我所知 已经跑死四个老头了 我再跑不定谁倒霉了 我告诉你 还有的党委 组织大伙爬香山 说谁爬得越快 谁活得越长 这不是谁出的主意 这是 这要从领导上无知 可是更糟糕 所以我想你别组织这个了 不定谁到时候爬死那 更麻烦这个事 因为早晨我们反对 锻炼运动的 所以好多知识要注意啊 但是红葡萄皮上 腻短唇 可以防止心脏突然停泊 它有防止作用 还有一个 它能降血压 降血脂 所以起码有这么四个大作用 所以红葡萄就很受欢迎 我们很多人不了解 为什么受欢迎 它是从医学来的 所以男女老少 都喝一点红葡萄酒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红葡萄酒喝是可以喝 但是不能喝的太多 现在我们在香港开会的时候 很多人提出来 我不会喝酒怎么办 医学会主席奥特曼 做了解答 他说你不会喝酒 难道你不会吃红葡萄吗 你吃红葡萄 难道你不是可以不吐瓶吗 所以第二天 香港日报就登出来了 吃葡萄不吐瓶瓶 这是北京人说相说的闹口令 实际这个话有毛病 这记者的写的有毛病 你说你白葡萄吃完了以后 拉肚子找谁家 人说的是红葡萄 你不能把那闹口令给拿出来 是不是 大家注意 你们今天听课的人都会买葡萄 今天不来听课的 让他吃白葡萄去吧 谁让他不听课的 我跟你说 有人就是不忠实保险 他一个半小时他都没工夫 我还是强调 他总有工夫去住院 我告诉你 他哪能这么忙啊 忙得他不得了了 我就不信 一个半小时都没工夫了 奇怪了 下边我跟大家谈一谈 那么很多人还提出来意见 他说我这没钱怎么办 我还要说两句话 你要知道 在联合国已经统计完了 全世界最健康长寿地区 都是无钱地区 第一个巴基斯坦的海尔赛 第二个前苏联的阿塞拜 第三个厄瓜多尔的卡尔拜 都是没钱地区 而且都是健康长寿地区 有人说你说的是外国 中国也完了 在哪呢 在海南岛的三亚市 他们一百岁以上的人 已经有八百多人了 一个南山小区九十六个人 一百岁以上 你看得了吗 得了三条经验 第一条劳动者 第二条杂食者 第三条是乐观者 没有一条是有钱者 有钱好不好 鸭鱼肉大米白糖 脖脑袋一边醋将军肚 还有人说这真有派呀 我告诉大家 我们医学会已经统计完了 很难越过六十五岁 为什么 因为它是酸性食品 我们人体需要弱减 什么是弱减 蔬菜水果 所以那天我们在医学会 大家开个玩笑 那贪污饭不用墙壁 吃都能把他吃死 他根本就不会吃 我告诉你 你别看他有钱 还是我们挣工资的好 到时候规规矩矩的 反正还挺长寿 你说你会吃吗 你不会 你以为吃的越多越好 没有那个事 下边我们就跟大家谈一谈 那我们在食物上在注意什么呢 其实食物里面呢 在San Francisco旧金山 开了一个国际会 在这国际会上认为植物 这个食物只有两大类 一类是植物 一类是动物 那么植物什么最好呢 大家提到是亚洲金字塔 什么叫亚洲金字塔 是古豆菜 古类 豆类 菜类 这么一个亚洲金字塔 古豆菜认为是最好 当时有人反对 尤其是美国医生 他们说 中国人已经不吃古豆菜了 他吃起我们的汉堡包来了 当时我有点不太相信 因为我在美国待的时间比较长 我没有看到有人 很多人在麦当劳里面吃 他们的快餐店很多 他们管这个汉堡包呢 叫jam food 垃圾食品 所以他们不去吃 都是生活补助的人吃 很多人在国外回来 你们注意点 他不太去吃的 长期吃着麦当劳的人 多半都是体型有变了 上下一边出 跟行李卷一样 所以他们不去吃 有条件的不去吃 那生活补助的人吃 可我回国以后 还真是这么回事 我要去趟麦当劳 你说怎么样 他愣帮我给挤出来了 你说这麦当劳多厉害 这老板我认识 他说 一个人吃我一个就13亿 一年拿走20多个亿 你得承认人家有优点 要简单 干净 环境好 他的缺点也很大呀 你要是一个劲吃这碗 我告诉你 你肯定是上下一边 说跟行李卷一样 将来你可别找我减肥 太难了 我告诉你 所以现在我们的饮食有问题 两个人就有一个高血脂 它是高热量的东西 对我们人体并不是都有利的 那么现在人家提骨 在国际会议上 第一个提的就是老玉米 人家没有提大米白面 提老玉米 为什么提老玉米 原来欧洲做了一次普查 普查的结果发现 原始的美国人 一年人 几乎没有高血压 没有动脉烟化 什么原因 他们吃老玉米吃的 那么从这里面又发现问题 为什么老玉米就不得高血压呢 原来含着大剂量的卵磷脂 所以现在很多人买卵磷脂 防动脉烟化 防高血压 我们现在北京市 每五个人就有一个高血压 你还不应该吃 在美国一个老玉米 两块五美金 在我们这一块人民币 差十六倍 而我们很多人不了解 也不吃 是吧 所以自从那次会议以后 普查完了以后 美洲 拉丁美洲 欧洲 一直到亚洲 甚至于非洲 很多有条件的人都吃去玉米 大家知道 到广州有人去过吧 早点都吃玉米羹啊 有条件的人都吃去玉米羹来了 反正从那时候开始 我也开始吃去玉米 但玉米羹太麻烦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就买玉米面 搁点水一煮 非常简单 每天一晚 我今天早上喝完玉米粥 才到你们这来的 我哥 一天不辣 我现在喝了五年多 快六年了 我个人的体会啊 我今年七十多岁了 体力充沛 精神饱满 而且嗓音洪亮 底气十足 脸上还没皱纹 什么原因 喝玉米粥喝的 你要不信 咱们俩就打个赌 我打一个team 几十米以外都盯着眼 好啊 有的人好像二十多岁 一说话 都没劲了 我不用给你插铁 你一说话 我就知道你健康不健康 好 一说话都没精神了 你还能活长吗 一走路 我就知道你有病没病 踢了踏了就进来了 那怎么样 老年痴呆了 能活得久吗 你看我们很多年轻人 说话没劲 走路也没劲 奇怪吧 我在北大讲课的时候 前面一排全是教授 第二天都喝区米粥里了 人家比谁傻呀 谁也不傻 我看就咱们傻 去年我回来的时候 七八万我钱一斤 年底一块钱 最近我又问了 少一块不卖了 你看看 要喝可快点喝 喝完了还背不住脱销了 我看 很奇怪啊 盛产玉米就在北方 北方人不喝 他不懂 他不了解 你不信咱就打个赌 看谁活得长 你甭打赌 我告诉你 那没问题 国际会议上定的东西 都是千真万确的 还有一个 乔麦 乔麦我个人是在 敌尾时期长大的 所以那时候就吃混合面 反正乔麦我是没少吃 所以我现在 没有糖尿病 那现在很奇怪 我22岁当实习大夫 在中央人民医院 就是白塔寺的人民医院 那时候我没见过糖尿病 我的老师 钟慧兰教授也没见过 现在可得好 排着队就来了 一个时代还没过去呢 那什么原因呢 就是吃的 遗传因素 我告诉大家 微乎其微 一型的有点遗传 二型的基本没有 所以我们应该 总结教训 这糖尿病完全可以不得的 这乔麦为什么能治糖尿病呢 因为糖乔麦里面含着芽油酸 而芽油酸有什么用呢 降血压 降血脂 降血糖 三酱 而且含有18%的显微素 可以不得胃肠道癌症 所以它的显微素含的量最高 所以你看日本刚开完国际会议 它提出来三高两低 它说的三高两低 就是高新鲜 高显微 高环保 我们很多人不在了解 还愁呢 这些都环境污染了 我怎么吃啊 怎么吃啊 人家日本提出来了 把那个桃米水流下 把所有的蔬菜水果 都可以搁在桃米水里涮一涮 然后搁水管一冲 一点都没有污染了 什么原因啊 那是碱性的 所有的农药和污染物 全是酸性的 酸碱一中和 什么都没了 你看人家刚开完会 咱们还愁呢 哎呀 这玩意的 你愁什么 那难道不吃饭了 人家这方法特别高明 我告诉你 美国也学走了 我们这还不知道呢 人家刚开完会 三高两低 一块一半 其实啊 我们又应该长提 因为这些跟我们都发生密切关系啊 完了还弄点那药水那涮 涮完了药水中毒了 是不是 你桃米水那是碱性的 那一点不中毒的 人家高科技的国家 人家都千方百计的想出来东西 而我们又不去学 是吧 又不听 是吧 又没时间听报告 你说这玩意要命不要命 下边我们就谈到一个鼠类 大家不要误会 我说的不是老鼠 北京叫白鼠 东北叫地瓜 而且山摇和土豆 马铃薯都属于这个范围 它有什么好处 它吸收水分 而且滑润肠管 所以很不容易便秘 尤其是三吸收 吸收脂肪可以不得肥胖病 吸收糖可以不得糖尿病 吸收毒素 可以不得胃肠道炎症 多好 所以现在农村的人 代谢病很少 而我们城市人很少吃 既不吃玉米 又不吃鼠类 是吧 美国我调查了 他们是鼠类的点心特别多 他们不比我们少吃 而我们城市里的人 确实吃得很少 还有燕麦 燕麦我只能说一句话 降胆固醇 降甘油酸酸 对谁好呢 对糖尿病人 特别是肥胖的糖尿病人 效果特别好 还有对小孩发育期的 燕麦粥 燕麦片嘛 在欧洲是很普遍的 吃燕麦最出名的是谁啊 英国的撒切尔夫人 她写了一本书 专门写的是燕麦 我们不谈这些了 就是说有些名人 他们都早早地 批我们提前执行了 还有一个小米 我本来不想谈小米 可是我回国以后 我觉得很多人不吃小米 我问她为什么不吃小米呢 她告诉我 那玩意不是坐月子的时候吃的吗 谁说的 这不是谁出的主意 我告诉大家 《本草纲目》里怎么写的 健脾出湿 镇静安眠 所以现在很多人睡不着觉 天天安定 哎呀 西河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 有两个有名的医学教授 因为吃完安定以后 第二天被动睡眠 昏昏沉沉的创造暖气包上 已经死了两个医学教授 所以《北京日报》就登出来了 安定并不安定 所以呢 我在保健工作里面 很多人找我开安定 我老劝的 别安定了 喝点小米粥吧 结果她喝了一碗 第二天来了 我昨天喝完了 怎么还睡不着觉 谁让你喝一碗呢 咱们中国人还有老毛病 平常她不保健 她一保健了 她想立竿见影 那么马飞都没那么快 我告诉你 你平常你干什么来着 我喝玉米粥 我都喝五年了 所以我现在改了 早上一碗玉米粥 精神换发 晚上一碗小米粥 呼呼大睡 我干嘛非得安定啊 你那安定不安定 你知道吗 我到农村普查过 那老头老太子 不知道什么叫失眠 躺床上就睡着 我仔细观察了 喝小米粥喝的 你干嘛不喝呢 又好吃又好喝 她不见 她飞的汉堡包 结果吃了个血趾高 你现在有这么办吧 所以现在我们觉得 人家提的很对啊 扔掉了牙 就金字塔捡起了垃圾食品 我们应该反省一下 下边我们就要提的 他们日本最近更提出了一个东西 芝麻 这芝麻的问题我想不谈了 是最有益的传统食物 日本他们最近才提出来的 是吧 他们认为五种传统食品里面 芝麻最好的 这个告诉大家 它比较含的成分比较多 尤其含着铁剂量比较多 适合各种年龄 下边我们就谈到一个豆类的问题 古豆菜嘛 这个豆类啊 实际上是教育部和体育部 联合普查的结果 普查结果发现什么呢 我们这个小球老赢 这个大球还老不赢 乒乓球冠军 羽毛球冠军 一到足球就不行了 我就去年回来 人家告诉我 这回好了 就冲出亚洲去了 我最近我一看电视 我也很着急 我告诉你 它不定哪天又重回来了 我告诉你 它一创一个跟头 那玩意儿哪行啊 我们的医药费 比美国高十倍 我们的病皮人家多 所以这里面 卫生部很着急 就觉得普查完了以后 发现我们缺优质蛋白 这优质蛋白 却影响我们第二代 所以提出了一个计划 叫大豆行动计划 这个大豆行动计划 内容很简单 我在北大问过学生 我说你是什么大豆行动 他不知道 你们这我估计 很多人也不知道 大豆行动是全民计划 一把蔬菜 一把豆 一个鸡蛋 加点肉 就这么四计划 其实这四计划 有什么难的 是吧 我们这学生听了 就觉得 这就简单 我考试六百多分 这算什么 我也没理他 过几天我就问他 我说你给我说说大豆行动计划 你猜他怎么说呢 他告诉我 半斤鸡蛋 二两肉 加点蔬菜 加点豆 你胡说吧 谁让你这么瞎说的 他还告诉我 老师你说的不对 你没有量 我说谁让你加量的 人家专家编的顺口溜 那当时我说的 也不是我说的 一把蔬菜 一把豆 一个鸡蛋 加点肉 一个鸡蛋干什么 一个鸡蛋 三百花块 打不准 正合适 你没事让我吃半斤鸡蛋干嘛 完了又编出二两肉 你胡说八道 不能瞎编的 这事有专家组 我在河南去 河南医院院长 是位学生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执行 大豆行动计划 他说老师 您不知道 我们这信息不灵 我说怎么不灵 他拿河南话给我拿 我现在记得这个警钟 他说老师 我告诉你 我们这没有信息 信息不灵 怎么不灵 他说中央一个门 到省里就变成一张折 到县里就变成几个折 到村里呢 就啥也磨了 村里就没了 12亿人在村里呢 开玩笑 简直是 只有1亿人在城市里面呢 你说这个计划怎么执行 你不是没执行吗 人家美国执行了 美国正式宣布 8月15号 全国豆腐节 你们注意看报纸 8月15号 他准宝来豆腐节 我参加了一次在洛杉矶 哎呀 二三百人参加 二三百万人参加 他做了二百多种豆腐菜 一起而过 他说我们不是油脂蛋白 我们觉得大豆里含着五种抗癌物质 里边特别是有胰黄铜 胰藏的胰铜 这胰黄铜啊 我们用药都用不了 大豆能解决 这一黄铜干什么呢 专门治疗预防乳腺癌 所以我们很有感触啊 国外已经把它拿走了 可是我们北京和天津就这么远 天津乳腺癌少 北京乳腺癌多 我们调查了一下 天津满街都是豆腐脑 豆浆 他们早点非常科学 不管他有意识没意识 他起码他是防病了 可我们北京早点 是五花盘门特别乱活 大家知道 卫生部为了北京的早点提出来 十种食物不能常用 这是冲北京来的 第一种食物松花蛋不能常用 这大家听一下就完 不用记 会后我们给大家一个材料 卫生部正式文件 那么松花蛋要常用 它有铅容易铅中毒 第二个臭豆腐不能常用 因为臭豆腐本身含着硫化氢 盐鸡蛋 它非常损坏脏气 所以王志和臭豆腐 勒令他停产 现在还偷偷生产 还有人还专吃臭豆腐 还有第三个 就是胃经不能常用 而且胃经是股胺酸 它怕加温 一加温就变成焦化股胺酸 而焦化股胺酸是致癌的 那么胃经超过失科以后 就影响生殖细胞 什么是生殖细胞 精子和卵子 它们在影响它的染色体 所以我们怀孕的时候 如果大量吃胃经 特别是超过失科以上 就可以使胎儿各种骑形 吐唇 先天心脏病 大脑发育不全 所以有时候生出小孩 智商很低 我们仔细检查了一下 不能完全赖小孩 谁让你怀孕说吃那么多胃经的 你又不了解 你又不知道 现在千万不要吃太多的胃经 在美国立法了 日本也立法了 谁吃胃经谁犯法 我们现在不要辩论了 人家立法上目的干嘛 所以现在咱们还说 吃没胃经怎么做饭呢 那胃经什么时候来的 胃经是民国初年 日本给我们的胃之素 但他不用了让我们用 所以我们觉得可以用 你办个凉菜可以 但是不能加温 你加温以后 他就焦化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 得癌症是冤枉的 鸡精粉都比较强 二百多种调味菜 你要说不能做菜了 我问问你 清朝时候怎么做的饭 唐朝怎么做的饭 现在欧洲各国 人家怎么做的饭 难道说 本有胃经就不能做饭了 二百多种调味片 什么都不可以用呢 下边就是一个方便面 方便面本身有防腐剂 不用我说了 还有葵花籽 葵花籽是不饱和脂肪酸 影响干功 而且容易发胖 所以很多女孩子减肥 她就爱吃葵花籽 我说你别减了 越减越肥 还有一个东西不能常用 菠菜 因为菠菜里含铁 过去我们主张用 现在我们发现 四十岁以上不要吃菠菜 为什么 因为它是草酸 它到体内跟心结合 变成草酸心 而草酸心就没有抵抗力了 缺心没抵抗力 而干钙结合 变成草酸钙 而草酸钙就缺钙 容易骨折 所以四十岁以上的人 我们不主张 才吃菠菜 下边还有一个 就是猪肝 猪肝一公斤 含有四百克胆固醇 在所有内脏里 它是最多的 最好吃啊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要注意 不要吃或者少吃 还有一个就是烤牛羊肉 内蒙有个通知 不让烤了 因为含有奔和壁 草子头一个奔子 一个本子 一个壁 这是致癌的 还有一个就是腌菜 泡菜和鸡酸菜 少量吃可以 长期大量吃 含着亚硝酸胺 很容易发生了 致癌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油条 油条是明凡的 它主要里边含着铝 而这铝损坏两个脏器 第一个脏器就是肾脏 所以东北地区肾脏多 吃油条很厉害 还有一个影响脑细胞 特别是影响记忆力 我们统计的结果 有的人40岁就老年痴呆 这个老年痴呆什么现象 大家谁都可以去看 最早的现象就是记忆力渐退 因为它影响了 它神经的记忆力 最典型的就是说 它刚4050岁并不太大 你问它 您叫什么名字 它说等一会儿 我想一想 我叫什么来着 这快了 这个老年痴呆 还有一个 它方向能力不行了 这边是个门 那边是个立柜 它冲着立柜走 它到那创个大包回来了 我们在病房里发现 老年痴呆的更有意思 它在第二病房 它夜里起来 它上厕所 它回来上第五病房 躺在人家被窝里睡着了 你说这是老年痴呆 多糟糕 你们注意了 寻人启事里边 有一半是老年痴呆 出了大门口 就不认人放假了 而且精神错乱 日夜颠倒 乱七八糟的东西 根本不值钱 这儿藏那儿藏 不知道它藏什么 藏的地方还不保密 可是把金剑的 搁桌子摆着 这种人倒霉不倒霉 所以它日夜颠倒 而且判断能力不行 国际上认为 你让它算算数字 说一百减七多少 九十七 九十七再减七呢 不知道了 这倒是难点 我看 连续减七减不下来 但是这也不能做绝对的 综合考虑 老年痴呆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希望咱们大家 少吃点油条 因为北京市 确实早点出问题 早晨起来方便面 然后觉得不好吃 加点味精 还不过夜 来块抽豆腐 还不合适 再买两块油条回来了 一个上午 它吃全个了 你看到中午了 还没磕桂花子呢 再来点菠菜 晚上烤牛羊肉呢 我这还没吃泡菜呢 你说它吃个全个不 人家正式文件是我说的 让它吃全了 完了得了癌肉 我怎么得癌肉呢 你说你怎么得的 所以在北京早点 非改良不够 吃的挺热闹 但是吃的挺糟糕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咱们别再走弯路 是吧 再走弯路 就自己上当 你知道没吃行好 人家美国吃行的 人家 所以我就说 这个菜的问题 古豆菜 这里面有个问题 我说一下 你们说牛奶好 是豆浆好 其实我说没有用 联合国说了 怎么说的 牛奶里含着是乳糖 全世界三分之二 不吸收乳糖 亚洲黄种人70% 北京市38% 广州22% 所以北京吸收 牛奶吸收的不好 它这里跟种族有关系 那是白种人的饮料 我们黄主人 大部分喝这个豆浆好 所以豆浆含着寡妇的寡糖 百分之百吸收 而且豆浆里面的 甲钙磷美不少于牛奶 牛奶里没有抗癌物质 豆浆里有五种抗癌物质 尤其是一黄酮 专门预防治疗乳酱癌 所以这个结论已经出来了 很多人停牛奶 订豆浆 其实没有必要 我个人的意见 为了抗癌的目的 应该喝一点豆浆 因为牛奶没有抗癌作用 但是大家要记住了 这个饮料跟种族很有关系的 所以现在的这个豆浆的价值 我们应该正确认识 它不次于牛奶 我下边讲第三个问题 就是骨豆菜 菜是vegetable 大家知道 在联合国讨论的时候 第一个提的就是什么 就是胡萝卜 为什么提胡萝卜 因为胡萝卜是养眼蔬菜 本草钢目里怎么说的 如果你晚上看东西看不清 尤其是叶盲症 吃了就好 因为含有维生素A 而且还有一个 它是保护粘膜的 常吃胡萝卜的人不得感冒 还有点防癌作用 尤其是美国提出来 是美容蔬菜 他说养头发 养皮肤 养粘膜 所以一个人头发 皮肤粘膜好 他当然是美容的 所以很多女孩子不了解 他以为单纯的化妆 实际美容在原始的概念 它是cosmetic cosmos 它翻译过来是 内外和谐叫美容 不是单纯的化妆 单纯化妆 你当时可能好一点 你卸了妆以后 比原来还难看 所以我们欧洲 他特别主张 从内往外 大量的吃胡萝卜 所以我们很多女孩子 并不清楚 我在乌鲁木齐 他们请我吃饺子 我说吃什么饺子 他说吃俄罗斯饺子 我到那里吃 原来的胡萝卜馅 非常好 味道也很好 很便宜 我回到北京 我就跟老太太说 咱也吃点胡萝卜馅 这老太太告诉我 从我奶奶那儿 就没吃过这玩意儿 你说多可气啊 把我气得 我说干脆 你奶奶也没吃汉堡包 怎么的 你说他就是保守啊 就是不听 现在已经有了 你听不听 人家已经有了 现在饭馆里都做了 我们礼拜天 礼拜日有工作 怎么不可以做一点 又美容又健美 还防癌 还不得感冒 而且现在欧洲 有大量的胡萝卜糕点 为什么 它不怕高温 所以你高温状态下 它营养不血 不损失营养 而我们现在中国 到现在没有胡萝卜糕点 所以我们值得研究啊 第二个就是南瓜 因为南瓜什么意思啊 大家注意啊 我们说南瓜 它不是窝窝 南瓜是白颜色的 没有甜味的 南瓜跟窝窝 不是一回事 很多人拿窝窝 代替南瓜 这是不对的 南瓜是刺激 背大细胞 产生胰岛素 所以常吃南瓜的人 不得糖尿病 还有一个苦瓜虽苦 但是苦瓜产生 类胰岛素物质 所以吃苦瓜的人 也不得糖尿病 所以现在糖尿病 都记住在城市 我们最近刚普查完 你到郊区都很少 所以我们根本过去 不是我们国家的病 我在中央人民院 当实习大夫的时候 就没见过糖尿病 我老师钟慧兰也没见过 他说 不是中国人的病 现在可能好 一个时代还没过去呢 糖尿病排的队就来了 你说不是吃是怎么来的吗 移除因素很少 现在边远山区 还没有糖尿病 它里边有卫生条件不好 但是代谢病没有 所以我们很感到惋惜啊 我们的饮食结构 确实有问题啊 广是治是不行的 那这糖尿病陆续发生 你广治有用吗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要警惕食物啊 而且要多注意 你的食物的调整 是吧 糖尿病确实是 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病 现在在我们中国大量流行 你还别说一个没有农村 我们查的结果有 个别的有几个 你要仔细一问 我告诉你 从北京搬过来的 我告诉你 你说多可气吧 就现在山区 我们刚补偿完 人家不让我们去了 人家说你别来了 把糖尿病都带来了 下边我们就要注意点 还有一个番茄的问题 国际会议上 在蔬菜里面 为什么要提番茄 我想问问大家 什么叫番茄 西红柿啊 我在海淀区讲一次课 我问 我说什么叫番茄 他说南番的茄子 你说胡说八道 我告诉大家 很多人还真不明白 尤其老头老太子 番茄是学名 美国红十字会 发番茄秧 那时候我正在美国 让我们每个人吃番茄 吃番茄的目的是 让你种番茄 种番茄让你吃 为什么让你吃番茄 现在得出结论来了 它是抗癌的 不但抗癌 抗什么癌都定了 第一个抗癌的 就是抗妇产科癌 子宫颈癌 卵巢癌 第二个抗的 就是男同志的癌 叫它前列腺癌 睾丸癌 普通的癌症也定了 膀胱癌 一腺癌 他们把癌症的名都定了 尤其是女性的 生殖系统癌 所以我希望我们女同胞们 适当的多吃一点西红柿 所以我现在问问大家 你们怎么吃这个西红柿 有人说那还不简单 就生吃吧 还有人说 给它切成片 搁点白糖 然后再喝点啤酒 美哉美哉 你是这么吃吗 你要是这么吃 我告诉你 你纯粹是白吃了 一点没作用 那还去买西红柿 还在那洗了 我告诉大家 可能有点维生素 没有抗癌作用 为什么 因为番茄本身不抗癌 番茄素是抗癌的 而番茄素在番茄里面 和蛋白结合在一块 而且周围有显微素包裹 它不释放 所以你生吃没用 那怎么释放 必须加温 没有听说拿一个西红柿加温的 西红柿加温怎么加 所以都是跟别的东西一块加温 跟谁最容易合作 鸡蛋 这西红柿炒鸡蛋就出名了 我告诉你 这个菜非常便宜 但是抗癌的 尤其是抗妇产科案 所以现在人家都知道了 就你们这还不知道呢 完了那不听报告的 到现在他也还是不知道 这个菜非常便宜 但是我告诉大家 以后非涨钱不可 因为全都知道了 已经列入到西餐里去了 还有可以啊 你番茄汤也可以 需要加温它就出来 不加温它不出来 所以今天我来讲这课 我就觉得有点用 大家回去多吃点西红柿 但是吃法很重要 对不对 你别喜巴喜巴生吃吃 是吧 那个没有抗癌作用 是吧 我担心的不是你们 我担心的是今天不来听课的人 你们回去告诉他 多吃点西红柿 但你别告诉他加温 谁让他不来的 你当这保健课是白听的呢 好家伙 连听癌症他都不听 你赖谁啊 我说开玩笑 该告诉他还是告诉他吧 下边还有一个什么大蒜 我刚刚一说大蒜怎么吃 有人告诉我 那晚上得加温 你当什么都加温啊 好家伙 西红柿加温 你看大蒜加什么温啊 大蒜加温等于零 我告诉我 大蒜绝对不能加温 很多人不会吃大蒜 好一半一半吃 告诉别人 多吃点大蒜不得癌症 就没多少天他先得癌症了 什么原因 他不会吃 现在有人出国呀 人家国外都给我们反馈回来了 到人家日本旅游 问人家老板有没有大盘蒜 老板反馈说 你们中国人怎么还不会吃蒜呢 其实我刚刚这蒜的国际上 早就统一了 你们知道怎么吃对吗 因为大蒜本身不抗癌 大蒜素是抗癌的 而大蒜素怎么出来的 是必须把它切成小薄片 放在空气里面15分钟 跟养结核产生大蒜素 所以国际上都知道了 你不信到五星鸡宾馆 到高级饭店 你随便吃饭 绝对没有大盘蒜 你到现在欧洲去日本旅游 他也不会给你大盘蒜 都是切成片给你送来 我们这不但不吃 还问人家有没有大盘蒜 而且更奇怪的 你不信你去调查一下 这面条刚盛出来 这大盘蒜就包完了 连五秒钟都没有 偷夹就进去了 你说你能有什么作用啊 你不信咱们今天晚上调查调查 他不会吃 其实你这吃真的白吃了 而且我告诉大家 必须得生吃 而且生吃你有味也不怕 人家国际上早就定了 可以多吃点炒花生米 还可以吃点酸渣 还可以嚼一点茶叶 就可以没味儿 那你说你怎么不吃呢 他抗癌之王啊 非常好 我告诉大家 国际上认为大蒜 最低限度有四个作用 第一个广埔抗菌苏 所有抗肺炎病人 怎么治也治不好 我们都试验过 只要大蒜一点敌准好 那中文那个谁教授 陆教授 血液专家 我从国外回来 他得了肺炎 怎么打也打不好 结果 我 他得了肺炎 我 我